大家好,我是南妹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把面粉倒进丝瓜里面 出锅就是一道好吃的美食 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吃过 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根刚从地里摘回来的丝瓜 用刮皮刀刮去丝瓜的外皮 我们买丝瓜的时候用手捏一捏 如果捏起来比较紧是有弹性 说明这种丝瓜比较新鲜 如果捏起来比较软 那这种丝瓜就比较老了 去好皮之后再改刀切成厚一点的片 然后从中间分开一分为二 再改刀切成小块 切的小一点手起来比较快 全部切好后装入一个大碗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倒入没过丝瓜的清水 下手抓拌一下 把食盐抓拌至融化 把丝瓜浸泡五分钟 用盐水来浸泡一下丝瓜 可以防止氧化变黑 抓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两个西红柿 用刀在它的顶部搭上花刀 切好后装入碗中 然后用90度的开水 把西红柿的皮烫一下 烫好以后再撕去它的外皮 去皮以后再改刀切成片 然后切成小丁 全部切好后 先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白玉菇 切掉它的根部 再将它切成小段 全部切好后放入清水中 下手抓起干净 清洗干净后 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姜末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 把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先把葱白切成葱花 切好后和姜末放在一起 葱叶也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在另外一个小碗中 一小把香菜切成小段 切好后和葱花放在一起 丝瓜浸泡好了以后 再挤干它的水分 放入另外一个大碗中 接着往丝瓜里面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丝瓜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面粉 搅拌均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两颗鸡蛋 滴入几滴白醋去腥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鸡蛋液倒入锅中 开小火把鸡蛋炒散炒熟 鸡蛋炒熟以后先盛出来备用 接下来不用刷锅 重新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后把葱姜末放入锅中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把切好的西红柿丁放进来翻炒 炒出西红柿里面的汤汁 这个西红柿一定要多炒一下 香味才更加的浓郁 西红柿炒出汁水以后 把白玉菇放进来翻炒一下 炒出海鲜菇的鲜味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炒好以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的鸡精 别的调料就不需要放了 用铲子搅拌均匀 开大火把水烧开 锅中的水烧开以后 把丝瓜放进来 用筷子轻轻地搅拌一下 防止粘连在一起 然后盖上盖子 先煮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 再把炒熟的鸡蛋放进来 用铲子搅拌均匀以后 再煮一分钟左右 煮一分钟以后 淋入少许的小末香油 就可以关火了 撒上切好的葱花和香菜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汤碗中 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这样一道非常好喝的 丝瓜疙瘩汤就做好了 里面搭配了鸡蛋 有菌类 营养非常的丰富 而且汤喝起来 清淡不油腻 老少皆宜 有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点我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